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6日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說說香港的官員 還有就是 公務員等等 就是有一個跳船潮 其實這件事已經不是最近發生了 不過最近又有消息流出 就是這個信報 有兩個常任秘書長 拒絕升任做局長 這件事 跟建制派 港共的官員 遭受全世界制裁 其實是絕對相關的事件 所以我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很久之前也跟大家分析過 其實香港 做官 的那班人 就是 跟這個 民建聯 工聯會 這些土共組織 上不了位 讀不了書 又不是精英的人 完全不相似 其實文革的情況也是一樣 到最後搞政治鬥爭 鬥了 叫口號 做一些 毛尼拉間的鬥爭 令到一班 原本讀不了書 在社會上 就是不能夠競爭的人 忽然之間造就了一個機會讓他們上位 香港的情況 正正就是相同的情況 所以那些絕對不是什麼文革的歷史 其實那些叫做人性 這節我們詳細和大家一起研究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剛才也說了幾次 希望大家最重要的就是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烤大法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就希望你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昨天我們再說多一點 因為我看到袁爸爸的節目也說了 這個就是香港議會 的籌委會 換句話說 這個籌委會 是負責處理香港議會的事項 的選舉事項 然後 如果 議會正式透過選舉 透過民主程序 產生了之後 所有事情就是議會自己的決定 這個就是 籌委會的意思 換句話說 籌委會不等於香港議會 只不過是籌劃這件事的組織 籌備這件事本身就已經相當辛苦 也很容易引來大量的攻擊 很有幸地有很多有心有力的人就是願意幫忙 袁爸爸也透露了 我們現在暫時 就是選了 Victor 何良茂先生做這個 臨時的主席 希望這件事就可以繼續在一個跟足程序 有公信力的情況 方式之下繼續進行 希望 就是透過那個制度 規張 透明度 等等 使得這件事 可能由原本人氣不是很足夠 再慢慢獲得香港市民支持和認同 本來兩件事是沒有關係的 不過剛好說的是政治人才的問題 到最終 政治人才 有心從政的人 到最後都需要一件事 就是那個 所謂 組織 又或者是議會 又或者是叫政府 又或者是叫流亡政府 暫時不要緊 叫甚麼都不要緊 那件事一定要有一個 應受性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要有就是財政能力 所以 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其實是一件 非常非常困難的事 很多人都不會看好這件事 甚至乎支持這個原理的人 支持民主的人 也不看好這件事 我們這裏也要說清楚 不看好這件事 不覺得這件事做得到 不覺得這件事 會有很多知名度 會有很多人認同 也不代表你 不去嘗試做這件事 這裏真的要說得很清楚 這個不是你一個政府 去推出一個政策 看看受不受歡迎 有沒有 人有能力去執行 有沒有人吸引他來參選 之類 這個永遠都是雞和雞蛋的問題 沒有人去做 沒有人去做一些ground work 沒有人去嘗試推廣這件事 永遠這件事也不會成功 跟民主運動一樣 跟時代革命一樣 你永遠所有人都覺得失敗 沒有人願意走出來 6月12日 沒有人願意去金鐘 制止這個立法會 通過 逃犯條例修訂 請問有誰 可以成功呢 到最後 不是你覺得做不做到那件事 而是你覺得是對的 你就要去做 到最後 你做完之後 可能慢慢多了人認同 覺得原來真的可能是可行的 其實跟時代革命 跟雨傘運動是一樣的 不是 不是去考慮 那個功利的 你不是覺得 反正也沒有人認同的啦 示威 當初 反修例運動 100萬人上街 按照 林瑞倫的說法 林鄭月娥 李家超的說法 那就是有500萬市民不認同 那你是不是就放棄了 其實道理很簡單 跟民主運動是一樣的 200萬人上街 那你是不是說有500萬人不支持你 所以放棄呢 所以我覺得 不是 有多少人支持你才去做 而是你去做 才會有人支持你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可能扯軟了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 跟這個討論 香港的政治 是相關的 香港本身 就有很多 所謂聰明仔 聰明女 又或者不要這樣叫 一部分可能真的是比較精英的人 原本 他們出來去從政 可能 就是對那個 從政這件事 有一點點抱負 但是無奈 就是很快就會發現這個政府 做事就相當有心無力 到最後掛著搞政治鬥爭 尤其是梁振英上台之後 將原本香港的政治格局徹底改變 到了 一美就是親中 所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東西 全部是好東西來的 把手指弓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怎麼會有政治人才呢 沒有政治人才了 只有奴才的時候 那麼你覺得 香港還有沒有機會可以保持住 制度呢 先不跟你說 普選 先不跟你說民主 連原本 那個 那個 的香港政府 都保護不了 都保持不住 水平 一直下降 全部變成奴才 擦鞋子 蝦巴狗 龍蝦山 一大堆 然後有鄉黑 黑社會治港 又有上海仔 小桃園飯局 劉夢熊 劉夢熊當時不是好人 後來誰變了民主派 一大堆這樣的人 一大堆撈家 出來賺錢 想不死也挺難 以前在香港做官 都叫做有社會地位 獲得別人尊重 別人覺得你是精英 現在出來做官 你叫我做局長 我會被人制裁的 這個最明顯是經濟損失 很多人都不願意的 這是肯定的 另一件事 我要拋頭露面 做問責局局長 雖然說你現在叫港共治港 但是還是叫問責 還要出來交代 我做到秘書長 可能已經很心足了 你叫我做局長 我不是覺得 這個是提攜 我覺得 這個是拿著一起死 所以 有很多人對於這個 北京使者 據說 下來 接觸 未來的潛在管治班子 實際上 就是青黃不接 沒有人敢上去 上去的 只剩下一大堆狗奴才 做開公公的人 李家超 鄧炳強 這兩個都叫做武官 還有甚麼邱騰華 曾國衛 這一班 基本上全部都是無恥之徒 可以上位的 在這些時勢 基本上沒有一個好人 坦白一點來說 如果你真的問我 整個現在的港共政府 理論上 真的理論上 學歷 社會地位比較好的 就是鄭若驊 只有鄭若驊 其他的 幾乎清一色全部垃圾 當然啦 這個就是 以舊香港 那個 就是精英的角度去看 我不是說這個 鄭若驊有很好的道德措手 換句話說 以往那個 精英治港 都沒有了 現在變了港共治港 港共治港也不要緊 連 港共想升那班人都覺得 有機會沉船 你還叫我上位 是不是 全部變成武官 一大堆鄉黑 今天就去做官 這樣的情況 你還叫我留在那裏 如果不是看罪份 人工份上 你以為他們真的會想真心幫你做事嗎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看到 香港現在這個狀態 基本上是注定滅亡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討論到這裏 我們就看好了